大家好我是時光爆合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 以及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機械碗標是一個藝術品 裡面有很多精細的零部件 我們要好好的把它保養維護的話 可以為我們服務幾十年 甚至過百年 不過機械碗標 機械碗標有幾種不同的天敵 這些天敵都會影響正常運作 甚至會令到它直接停了 我們就想在這裏為大家介紹一下機械碗標的天敵 以及怎樣去避免它們 第一個機械碗標的天敵 就一定是磁場 磁場就可以令到我們的機械碗標 突然走得快了很多 如果你的碗標一直都是正常 每天可能是幾秒 或者幾十秒的快慢 突然之間你發覺它快了四五分鐘 或者甚至更多 你就可能不知道這隻碗標是受了遲 因為在我們的生活環境裏面 周圍都有磁場 例如我們聽音樂的喇叭 電腦的硬碟 電視機 或者是微波爐 所有行馬達的家庭電器 基本上都會產生磁力 我們常用的iPad 或者是手機 電腦就更加是磁場的來源 所以我們就不建議 將一些機械碗標 放得太近 這些會產生磁場的東西 如果你的工作環境 有很大的磁場 比如你在一個 Data Center 工作環境附近 有一個發電廠 這些都是會產生 很強大磁場的 Facility 我們覺得 如果你一定是需要帶機械碗標 可能你就應該要選擇一些 專門是為這些 在強大磁場環境下 工作的人士 所設計的碗標 例如如 努力士的Milgus 或者是 Omega的Railmaster 又或者是 IWC的Palace Watch 很多現代的碗標 其實他們在那個防磁上面 都做了很多功夫 例如他們會有一些 植Silicon 做材料的油絲 或者是琴棕系統 這些是會幫助 琴棕系統 不會受到磁場的影響 亦都有一些碗標 是選擇用一個軟鐵殼 放在碗標殼裏面 來保護機心 是不受到磁場的影響 第二個 機械碗標的天敵 就是水和 濕氣 水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面 又是無處不在的 我們洗手的時候 或者下雨 都可能會弄濕了我們自己 雖然 現代的碗標 在那個防水方面 已經做得很不錯 一隻普通的正裝碗標 可能都可以防水30米 運動標 就可以防水100米 而潛水標 基本上來說 都可以防水300米 或者以上 但是防水的功能 其實都是 Depends on 那個碗標 裡面的 Gasket 即是那些膠圈 即是在碗標標殼的接觸點 會放一些 防水的膠圈 去幫助防水 又或者 船入式的膠圈 在裡面都有一個膠圈 其實是全靠這些膠圈 去幫助防水 不過膠圈 是會老化的 如果經過了一段時間 膠圈老化了 就會影響防水的功能 所以我們建議 最好 每兩三年 你就拿碗標去檢查 防水的功能 是否正常 如果你時時都要接觸水的話 我們甚至建議 最好每一年都去檢查一次 因為如果這個碗標入了水 不但會影響 機身的正常運作 亦都可能會令到你的標盤 是氧化 時針分針都會氧化 而水本身亦都有礦物 乾了之後 礦物的層積 可能會影響你那個機身的正常運作 如果你的碗標是有一個船入式的標關的話 我們建議每一次你在上鏈或者調教碗標之後 記住就要把你的標關扭實 因為這樣就可以幫助你的碗標 更好去防水 第三個天敵就是震動 一般來說我們日常生活的動作 都是會產生震盪的 例如我們走路 或者開門山戶 其實都會有震盪 不過這些正常的生活上的震盪 碗標裡面的設計 已經可以抵受 防止他們 對於那個機身造成任何壞的影響 不過 有一些比較大的意外所構成的 一些震動 例如如果你把碗標跌到地上 不要看小的可能只是跌一米那麼高 如果你跌正那個位的話 可能 碗標的機身裏面 某些軸心就會斷 所以我們建議 如果你戴標的時候 盡量 小心一點 又或者是你選擇 一些鋼的錶帶 錶鏈的碗標 或者是一些有摺疊錶扣的 皮帶的碗標 帶起來比較安全 我自己曾經親眼見過有一位朋友 他打麻雀的時候很興奮 一聲爆上桌 80萬的駝飛輪 就報銷了 另外如果你是喜歡打高爾夫球的話 我們也不建議你打球的時候 去帶機械換標 因為高爾夫球的swing 是會產生很大的一個後座力 是會將這些震盪的力 傳回你的手腕 會影響你的標的正常運作 其他的劇連運動其實都會 例如打網球 所以我們都不建議 在做這些劇運動的時候 帶機械的碗標 第四個機械碗標的天敵 就是溫度 正確來說 應該是溫差 一般的碗標 都是用金屬去做的 現代的金屬很多時候都是一些 合金的材質 某程度上 都可以抵受一定的溫差的影響 不過如果太大的溫差 始終會令到金屬 會有冷縮熱漲的情況出現 冷縮熱漲就可能會影響 那個碗標的防水 又或者是會影響 碗標的機身的正常運作 所以我們應該盡量避免 帶一些機械碗標 出入一些 溫差 超過15度的地方 第五個機械碗標的天敵 就是潤滑油 潤滑油很有趣 本身機械碗標 是很需要潤滑油的 因為機械碗標是金屬和金屬之間運作的組合 它們一定會有磨擦 磨擦就需要潤滑油 雖然今天的潤滑油已經是比較高科技 和質素很好 不過始終它都是有壽命的 即是說過了一段時間 它可能會乾固 就會造成沉積物 會影響或者卡住碗標的齒輪 影響了它的運作 所以 尤其是 如果有些碗標是放在一邊 很久都不帶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 你每個月 拿碗標出來 上半年 等它走一次 就可以令到那些潤滑油 更加平均地分佈 在你的機械裏面 就可以增長 運作的壽命 至於有朋友問 如果我放在一個 自動的上鏈機那裏 是不是更好 因為碗標經常都動 我自己的經驗覺得 未必需要 因為自動上鏈機 經常令到碗標不停運作 但你其實又不是帶它 可能會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損耗 所以如果你不帶它 一個月上一次鏈 就應該已經足夠了 以上所說的五種機 碗標的天敵 其實全部都可以 用定期保養維修 來處理 一般坊間有很多師傅 都可以提供 維修的服務 不過我建議 你最好找 一些雙熟的師傅 你知道他本身是有足夠的經驗 和技術 去維修 這些碗標 因為今時今日的碗標 他們的設計 都比較新 用的物料 可能也是比較新 所以 需要一些有足夠的 訓練的師傅 才懂得去維修 我自己就會比較 傾向於用一些 油規模維修中心 他們的師傅 一般來說 除了有足夠的 訓練和經驗之外 最主要就是他們定期 會收到這些 瑞士 德國 或者日本的品牌 的資訊 令到他們知道新的機身 究竟有什麼技術的改變 讓他們知道怎樣去維修這些機身 一隻碗標 你交到一個好的維修中心 他們會怎樣做呢 第一件事 他會用你的錶去檢查 看看有沒有異常的運作情況 然後他就會用你的碗標去消遲 因為一隻碗標經過了一段時間 但是多少都會有一點磁力儲在裡面 燒了磁之後 師傅就將你的碗標 完完全全拆開 所有的零部件都拆散了 然後將機身的零部件 拿去Ultrasonic超聲波的儀器 把它清洗 將裡面所有的油漬 沉澱物 全部把它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 當然要等它乾 然後再檢查 看看裡面的零部件 有沒有需要維修 如果可以維修的話 都盡量維修 為了原汁原尾 第二 如果你隨便換新的零件 和舊的機身去配合 有時候有一個磨合的問題 將機身重新組裝之後 重新再放一些潤環油 然後用機身去測試 看看是否運作正常 是否準確 進入一個準確的範圍 然後 再將它放回錶殼 錶殼的部分 有時候 你會想 錶殼 在Surface的時候 幫你打磨 比較近似身的 和錶鏈也是 但是有一部分 收藏級別的碗錶 你是不想維修師傅幫你打磨 這個你就一定要 首先要跟修師傅說清楚 我這隻碗錶 不需要打磨錶殼 和錶鏈 我只是需要清洗 假設你是一隻普通的碗錶 他會幫你打磨漂亮的錶殼 錶鏈 組裝完 放回所有新的膠圈 然後 再拿去測試 防水 測試 有沒有壽恥 最後 就會放在碗錶摩天輪的儀器上 這個碗錶摩天輪 是一個模仿人手動作的機器 就會放在上面 運作10至14天 觀察碗錶在正常陪戴的情況下 是不是行走正常 以及有一定的準確度 經過了14天之後 再做一次檢查 沒有受持 運作正常 然後 就會把碗錶交給錶主 這個就是一個圓滿維修的過程 今星期的一周表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